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威王之际 这些点燃火种的传道者不畏以身殉道 李大钊两次登上绞刑架 最后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留下他平日的藏书与异作 以利文化 因为生可死 文化不可绝 那是传道者最赤诚的初衷 他的眼镜摔落在一片血泊当中 但他依旧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已如同红花的种子 撒遍各地 将来的全球 必是痴奇的世界 不需要公开脱离与党的关系 这是对方给瞿秋白开出的诱饵和驾码 但他却只是儒雅一笑 坚决不肯泄露党的秘密 伴着徐徐的威风 走在行场温柔的夕阳与浪漫的野草里 他抚摸着衣服上 爱人杨之华 亲手为他缝的那颗纽扣 无比坦然地道了一句 此地甚好 开枪吧 从容地用热血拥抱深爱的土地 那是对正道的笃定 只是殉道者的忠贞 孟子有言 天下有道 一道殉身 天下无道 以身殉道 传道者 不止授业解惑 也传信念与热血 殉道者 纵然以身赴死 也点燃长明之灯 至暗时刻 龙有一些人 舍生忘死 心向明明 同样为信仰献出生命 诸收起义的总指挥 卢德明 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22岁 毛泽东的右弟毛泽坛 怀揣着与家人的合照 为了掩护部队撤离 奋战至最后一刻 年仅30岁 相比之下 对于剧众的杨开惠来说 走向死亡 或许更像是世中所说的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 日危险已尽 而不懦弱退缩 面对与爱人 与信仰脱离关系 就能活下来的劝诱 他拒不妥协 在生死的瞬间 脚踏亲人与同志 鲜血浇灌过的土地 他含泪微笑 让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 除非海枯石烂 传道者 殉道 忘我者 光死 他们从暗夜中走来 他们就绝不会再次回到那片黑暗 对他们来说 牺牲是什么 26岁的陈乔年在就义之前 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那是为了让后人享受革命者的披荆斩棘 是幸福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